刚好交到了蓝色球右侧的中带 应该说稍稍的 肝瓦也是稍稍有点不够低 碰到了那颗红球 如果没有碰到的话 最下的这颗红球中 装了一下 在前三局比赛当中 两国的运气还都是不错的 中帝干航过来 刚好交到粉球下方这颗红球 右侧的底弹 应该说现在黑色球还是没法击打的 左侧那颗红球一直是一个障碍 对 再温 交到粉色球中带 滴干轻轻一点 可以交下一颗红球 左下角底带 这样机会又回来了 打得稍稍的厚了一点点 这四个红球 下面的这颗 踢一下黑球 好球 黑球刚好出来 应该说干法 如果是作为精益求精的要求来说 还是稍稍的高了一点点 如果正K那颗红球 可能母球跟黑球的角度就不会这么大了 两拨再考虑 他在比的这个点 就是他决定 母球要走整台 他刚才点的那个点 粉球 左球 左边的那个点是第二裤 第一裤要沾到上半区靠右边 然后第二裤 再从粉球的左侧过去 然后他这回刚才比的是黑球 我能不能轻一点 滑过去就不走整台走 其实他现在在选择 在选择 就必须得经过缜密的计算 对 在选择 那可能决定了 决定还是轻一点 保紧 好球 刚好开开 还是认为发力那个线路 对进球还是影响很大 对 这个就是 很多业余观众在考虑 只有想是围着台子 他在绕 他在想什么呢 这也是我帮着大家分析一下 跟他梁文博想了两个办法 最终取决了一个 自己认为把握性最大的一个 也就是说 你在考虑打球的时候 不要脑子里边就一个办法 可以多想出几个办法 自己选择一下 好球 刚好交到 右侧的这颗红球 对 刚好交到 后退 39比11 领先28分 稍稍的厚了一点点 我也是感觉出肝 肝上还是稍稍有 对 来清洁一下 职业选手对这细微的环节 还是要求比较严的 轻轻轻推过 47比11 22 高杆 高杆 四灯一库 应该说现在这个局势对梁文博的优势太大了 只要正常计打 他在看三颗红球 所以上面的那一颗右下角底带有没有 实际他在考虑整体的步骤 应该是刚刚好吧 运气不错 应该是干法稍微低了一点 本一还是没想 放到了最下面 红球 应该还是有机会击打的 这是刚才梁文博走过去已经看了 角度 好球 这样中的应该横下来 两颗连在一起的红球 左下角底下 下边哪颗有 上边有 蓝色五分球过度一下 应该说没什么重大事物的话 梁文博应该甩先拿到了赛点 61比11 领先50分 下边这一颗 好球 超分 轻轻推下就可以了 没问题 4比1 没有什么难度了之后 我出关明显速度也是加快 对 而在之前 真的是要纵观全局通盘的考虑 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 才能做出决定 松支下来的这些职业选手 打球确实是非常吓人 可以用不可思议啊 像粉球把粉球打回点 这是习惯性的一种思维方式 最后只剩下踩球了 最好是都在点位上 梁文博也大不流行啊 想到了在联盟杯的赛事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比赛的时候 火箭熬杀利文 因为他有一个出竿的限制 时间限制25秒出竿 基本上是没有走权过时间 有的时候刚刚即使 已经出竿机球了 源于对自己的自信 在考虑 就这么让他拿到赛点了 好球啊 不这样也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确实 杨文博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 除了第四盘啊 稍稍有一点点精力上的倦怠 应该说整场比赛 应该说发挥的都非常好 没问题啊 赛点在握 一个小小的插曲 不过杨文博还是依然以4比1 率先拿到了赛点 在9局5胜的比赛当中 占尽先进